Eugene,星期五美国会公布经济增长 现在大家都在想经济增长一定会放缓 这个应该是大肆指标 不单止美国,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怕四个字 就是双底衰退 中国又会怕这件事,美国更加会怕 所以你说真的出现GDP的数据差的话 周五的时候,反围对美股未必会差 因为大家都预期了,经济数据不会好得去哪 如果实际的出来的数字的确是差的话 可能会激发投资者会觉得美国政府 去到九月份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迷你版的刺激经济方案出来 所以你要用一些逆思维去看一些经济数据 即是说经济数据差 对市来说,对股市来说,反而可能是好事 反而如果经济数据好的 即是说未来的刺激经济方案 没有机会再推出 反而对股市未必会有好处 不如我们跟进A股 因为近日内地A股表现都不错 今天都是升,年升了五日,今天都是升 上证指数更加创了超过一个月的收市新高 现在大家都在想,A股有没有机会充2600 你怎样看? 充2600有机会的 因为大户未处处处 下面由2300几点升上2500几点太快了 他们未买齐货 可能有机会的话,他们会再踩一踩一踩一踩 踩到大概2500左右 让他们再买 然后到第三季尾的时候 才将指数一下子夹高到2800 当然这一刻A股很受资金 或者很受成交量控制 因为成交一路都不大 所以看着一些经济数据之余 你也要看A股成交量的变化 其实有什么利好因素支持A股上升? 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业绩 大家估计今年的半年业绩 国内的国企公司 应该有两三成的增长 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是政策 近期你打开报纸都会经常看到 中国政府又放宽了口吻 就说息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继续 大家不需要担心银根的问题 第三就是一些板块之间的收购合并 因为自从上两个月开始 你见到国家主席、胡锦涛、温家宝 亦都是不停地说一样东西 一些譬如钢铁板块、煤炭板块 是绝对欢迎他们收购合并的 所以未来的时候 可能在这些收购合并消息 是会激活了一些板块 其实内地最近都公布了很多经济数据 其中消费的增长好像有放缓迹象 有人就担心内地人的消费力减弱 不过有分析就认为 其实是内地的消费模式转型 就是中产消费开始抬头 中人国际发表的研究报告说 现时内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已经达到4000美元水平 认为内地正进入消费升级期 内地人的生活将趋向中产化 追求品质和价格较高的商品 相信迎合中产品牌消费品 将会在今年抬头 或者是出现惊人的增长 提回本地零售股 业绩理想的大部分都是受惠于内地的零售业务 好像是李迅达 直至2010年2月底子 順利大增七成至1亿2300万元 收入录得9.9%的增长至10亿 而来自内地的收入增长达到3成9 至7亿3900万元 另外还包括包浩斯 顺利创新高 按年升了3成7 至8300万元 中国内地业务虽然只是占营业 额大约1成6 但当中录得增长是34% 至7540万元 反映内地零售业市场潜力庞大 Eugen 内地中产消费抬头 可能会带动医理股 或者零售股 绝对会 因为过往是富豪消费 所以带动豪宅、汽车市场 现在消费结构开始有点转型 刚刚说的中产消费开始抬头 有部分人买了房子 住的方面稳定了 所以寻求医食住行 大家四个字 所以在医或食方面 亦都增加消费 尤其是中产的部分 所以对于一些服装用品 一些做西装 或者一些比较高档的品牌服装用品 其实在近两个月 尤其是暑假之前 开始消费量增加了 我相信这个情况 是会直至11黄金 是 保资和利朗 下个月都会相计公布业绩 这一类的医理股 是否可以提高一线 保资的问题会比较大 因为过去保资的品牌效应 开始消化到七七八八 所以见到过去两年的业绩 不算太突出 但好在保资的计划 收购新的品牌 希望对于业绩有更大增长 而且现在的市盈率一点都不便宜 所以我会建议 就算看好消费品的品牌 也好 这些股票也好 暂时忍一忍先不要卖 至于利朗 刚刚说过 那些男性服装用品 近来在国内是很暢销 很多牌子都卖得很厉害 利朗也是其中一个 加上利朗有利峰集团做打底 所以基本因素非常好 但它的股价都是市盈率的问题 因为之前一炒就炒了二十多倍 近来见到股价是八、九元的横行 这个位置不是最好的入市时机 我会建议 不如让股价跌一跌 借近八元边再买 如果消费上升 可能会带动食品股 食品股板块是怎样看的 食品股我觉得暂时不要碰住 因为经过了霸王、瑞莲之后 可能有个别的食品股 都会有一些消费者的投诉 所以这类股份我会建议看清楚 因为不需要急于一时三刻 食品股跟刚才说的服装股一样 都是市盈率 你随便选一只都去到二、三十倍 所以这些股份 我认为既然股值已炒高了 就不要急于一时三刻去买 反而冷静一点 等股价做一些调整的时候 看多或半年的业绩 才再部署 Eugina刚才提过股票有持有价? 没有 谢谢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提到投资者投资涉及风险 投资之前记住做足功课 明天再见 拜拜